20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 7日到8日在印尼巴黎岛召开 G20的外长们将会举行两场会议 分别会讨论当前局势下的多边合作 以及应对粮食和能源危机 这次会议的一大焦点 就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出席了会议 这将会是俄乌开战以来 许多西方国家的外长们首次与拉夫罗夫见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会在会议期间呼吁各国 针对当前的粮食危机向俄国究责 莫斯科方面早前则将粮食问题灌碎于乌克兰 只能再有谷物的船只 是因为乌方布下的水雷而无法出航 除了G20本身的会议之外 外界也关注着各国外长们另外举行的场边会议 美国国务卿先前表示 布林肯将与中共外长王毅进行双边会台 电讨让两国之间保持流畅沟通的议题 避免因为误判情势而爆发直接的冲突 另外布林肯也会向对方传达美国对中国人权的关系 以及在俄乌问题上对中共期待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美方针对此事已充分知会台湾 所以有关于美中外长呢 他们会进行会晤的相关的安排 那美国呢已经在事前已经向我方说明 那目前也已经排定了事后的简报 至于近年来 另一个与中共关系紧张的国家澳洲 该国外长黄英贤六日表示 澳洲对于中方接触一事保持开放的态度 但强调会持续关注中共对澳洲实施的 胁迫性经贸行为 并呼吁中共遵守国际规则 在G20的外长会议之后 巴黎岛还会在今年11月举行G20的领袖峰会 印尼总统佐科威日前出访乌克兰和俄罗斯时 也邀请了两国总统出席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愿意接受邀请 但具体参加与否 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是否参加 而莫斯科方面先前则指出已经收到了邀请 但尚未决定普丁是否会出席 新唐亚太电视 李毅宏综合报道 李毅宏维合报道